都是正面的 所以有些原则 我觉得坚持是没有错的 给奥巴马刚才你说的 讲的一些话很好 但是在政治操作中间 能不能真正的实现 我们有的观察 我还不干 就肯定他会真正这么做 好的 我们继续接听电话 下一位是来自湖南的电视观众 汤先生 汤先生您好 请讲 汤先生您在节目中了 请讲话 大宾好 您好 今天我想讲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首先 我对这个美国政府 不管是奥巴马当选 还是麦克尔曼当选 美国总统 我都要求他们 对中国的这个民主 人权 这个法治 要做去实质性的行动 首先 要对中国 制作全面的这个经济制裁 政治和这个政治制裁 甚至使用武力 也和盟国 日本台湾 和这个北欧盟军 大盟军事力量 把中国共产党消灭 汤先生您还有另外一点 请讲第二点 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实力 几乎很大 很大一个程度上 都投入了这个军事领域 非常的不牵慕 不清楚 好的 谢谢您 唐先生 我们节省时间 再留给下一位听众 是四川的王先生 四川王先生您好 请讲 四川王先生 好 江苏的 江苏的徐先生 江苏徐先生您好 请讲 江苏徐先生 你好 徐女士您好 请讲 你好 我想说一下 就是说 不管美国哪位总统 军选的话 我认为就是应该 给中国共产党 施加压力 就是说 让中国共产党 改善人情 我认为就是说 施加压力是没有用的 应该就全面的 对中国共产党动武 说老实话动武 武力当然不好 但是会把这个问题 给彻底解决 你想让中国共产党 自己改善自己的人权 我认为根本就不可能 好的 谢谢您 徐女士 河北的张先生 您好 请讲 我想提嘉宾提个问题 就是刚才嘉宾说了 是中美之间的价值观的问题 我想这个价值观 是有深测的原因 不要说用谁来改变谁 因为信仰不同 一个国情不同 确实中国的5000年历史 国民的素质 公民意识 跟美国人是不能够相提的 就想一想 古巴进在美国的后院 人口又非常少 美国也不喜欢 它这个共产主义的制度 但是 它也并没有用武力 去征服它 因为它知道 一个国家的改变 只能由 那个国家的人民 靠武力解决 那不但是愚蠢的 也是非常危险的 我想是真跟 真正跟中国打交道 就真正认识中国的国情 跟美国不同 看着这一点 我认为非常重要 谢谢 好 谢谢您 河北的张先生 您觉得张先生的这个看法 您有什么 刚才张先生说 刚才前面两位 说法和张先生的不大一样 张先生这个说法 当然是有些事实是对的 就是说 中美两国的国情 是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有些基本的东西 我觉得张先生 恐怕还要稍微注意 就是说 如果是说 是说中国人 是另外一类人 他就不喜欢人权 不喜欢民主制度 不喜欢人权 那当然就 没有什么好话 好说了 但是如果是在 真正的交流中间 如果是在真正的 新闻开放中间 大家在两个 两个社会 接触了以后 尤其是新闻 大家开放以后 中国人 我们看出来 他的表现和世界上 其他国家人 没有太多的差别 大家都不喜欢 被关进监狱 不喜欢无缘无故的 被逮捕 不喜欢随时政治运动 把我弄去 这个我想还是有 共同的人性的 虽然中国人 长期的 对刚才说的 那个传统 历史传统 国家制度 长期专制 所以造成了中国人性 中国人的 有些扭曲 但是一旦开放 一旦两个社会接触 特别是新闻上的 大家公开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逐渐的 大家的会逐渐的趋同 所以说这一点 我们不能过于的强调 好像这次就是 不同的人种 他就不喜欢人权 他就不喜欢 这个那个的 没有这种事情 这一点我还是要强调 所以你中国 如果觉得你那个制度 是非常符合 中国人的人性的 那没有关系 你就把你的打开好了 你就把新闻 大家美国的新闻 进来 你的新闻也过来 我们大家和平的竞争 看真正的 把消息报道了以后 把过去的 包括历史上 中共的那些 犯下的那些错误 罪行都公开 大家讨论 是不是中国人说 我们就请愿这样 我们就请愿受压制 被管理监狱 像毛泽东这样 握死几千万人 也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就 我就服了你了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么恐怕 你要封锁新闻 就是说明 你对你自己的 人民没有信任 你自己还是 不敢深圳的 是放开这个的 但是我觉得 刚才前面两位先生 那个观点 就是说 希望能够在 甚至在军上 继续要对中国 进行全面的 经济制裁 政治制裁 甚至军事制裁 相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 是现代的潮流 或者是 对中国人的利益也好 对世界 和平的秩序也好 恐怕都还是 有很大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 方法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方法 我们现在看来 就是说 用一种暴力的手段 来改变政治制度 恐怕目前来说 是不可行的一个制度 不可行的一个办法 说到中国的 这个民主体制 今年年初的时候 中国的英文报纸 中国日报 在网上发起了海外网民 就是来看 我眼中的中国 这样的一个 就是像是 网民之间的互动 对话 还有就是问卷 争达 有很多网民说 提出来 中国实际上是具有 独特高效的政治体制 像 对 他讲就是说 中国的政党制度 最起码 不会面临说 执政党的改选 所以不会说 因为政党的变更 而导致政策 缺乏连贯性 这是其一 还有就是认为 澳大利亚的网民说 中国有聪明的领导 和睿智的政府 而且根据 中国现在的国情 实行多党制 是非常愚蠢的 这个澳大利亚的网民说 在当代的中国 一党执政 是发挥了很好的效用 而且这在 世界近代史上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他们都是进行了肯定 基于肯定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这个说法 我想问一问 就是说 这些说 一党专政 一党执政 发挥了很好的效率 就是说一个政党 没有受到制衡 没有受到其他政党制衡 没有受到其他政治党制衡 发挥了很好的效率 那么中国人受到的 过去的受到了这么多灾难 你包括 过去或是 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 完全是政治造成的灾难 包括反应有很多运动 也包括在改革开放以后的 1989年的六四屠杀事件 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和一党执政 有相当紧密的关联的 我们不能说是 目前中国经济上 似乎好了点 希特勒执政的时候 经济上非常成功 飞越的速度不比现在差 而且老百姓看起来 也相当满意 在第三帝国的时候 德国 但是这个国要怎么样 最后要落入了灾害 所以说民主政治 它不是说是可以 用一个非常聪明的领导 它是会防止最大的灾害发生 防止灾害 防止错误 这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特点 而不是说 我们可以拥戴出一个 非常聪明的领袖 你今天拥戴 你没有保证 下一个又是这样 对不对 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好的 我们继续接听电话 下一位是四川的严先生 四川严先生您好 请讲 喂 喂 你好请讲 喂 听到您了请讲 喂 请说话 严先生请说话 喂 对请讲话 听见没有 听见了请讲 我对于中国 这个 我们的新闻 差不多 严先生您的信号 非常的不清楚 能不能再试一次 下一位是湖北的李女士 湖北李女士